说起孟非,估计无人不知,无人不想,若真有人不知,那估计是外星人,她因《非诚勿扰》而毁灭大江南北,自从2010年《非诚勿扰》开播到现在,每周末这个节目是多少人的最爱,孟非从一个只在当地享有名气的主持人,一步步成为在国内有知名度的娱乐主持。 如今的孟非是江苏卫视的一哥,她是很多观众最欣赏喜爱的主持人,看了很多年她主持的节目,都会觉得她主持的风格不仅幽默风趣,而且儒雅淡定。 孟非的妻子李雪是她的高中同学,两人于1993年结婚,1997年孟非的女儿孟兴雅出生,而孟非的妻子和女儿后来也是被爆出了照片,不得不说,孟非的妻子言举也是相当之高。 而有网友表示,孟非的妻子和女儿合影之时,看起来更像是姐妹,而不是母女,如今已经20岁了,长得也是亭亭玉丽了。 如今她在美国读书,孟非对于女儿很是宠爱,她曾经说过,当女儿不在家的时候,她和妻子就像是孤瓜老人一般,不过为了女儿更好的发展,她还是把女儿送到了国外。 而如今,孟非20岁的女儿也是很会打扮,穿上这样的衣服,整个人看起来也是很有女人味了,不过似乎是有些太成熟了。 毕竟她才20岁呀,有新新的网友发现,孟非的女儿身上一身名牌,在另外的照片中,孟非的女儿身上更是卑职而为的包包,生在这么一个家庭,只能说孟星呀真是幸福呀。